9月27日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官方初步结果显示 没有一个政党赢得决定性的多数席位 但是德国社民党以微弱优势击败了总理默克尔所在的保守联盟 当总统拜登被告知这一结果之后 他回应说道这太让我吃惊了 根据报道德国社民党的得票率为25.7% 而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 基民盟和基社盟获得了24.1%的选票 创下了数十年来最糟糕的成绩 在戴维营度过周末的拜登回到华盛顿特区 才被一位记者告知德国大选的结果 根据报道拜登回应说道社民党很可靠 鉴于社民党仅以微弱优势领先 接下来或将是长达数周甚至几个月的艰难的组隔谈判 在德国大选中获胜的政党不会自动任命下一任总理 相反总理是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有议会投票选出的 现在谁将成为德国下任总理还不明朗 此次大选正值德美关系紧张之际 问题包括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的防务合同 从阿富汗撤军的混乱局面 以及缺乏结束持续贸易关税的长期解决方案 此外继欧盟今年6月份向美国游客敞开大门之后 美国整个夏天为允许欧洲游客入境 与此同时美国也反对德国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达成了一项管道协议 该管道现已竣工 正在等待德国监管机构的批准 未经许可,不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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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